哈利路亚 愿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要再一次感谢神在安息日能够带领我们的脚步来到主前来敬拜祂 我也很开心可以回到温哥华见到各位弟兄姊妹 今天早上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你要听 如果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听到老师说接下来你要听哦 可能接下来他要提到很重要的考试 如果在职场上你的老板说你要听 你最好把手上的事情放下专心的聆听 因为他接下来要说的话很有可能影响你的未来 如果你结婚之后你的太太或丈夫告诉你说请你要专心听 你最好专心 可能接下来会影响到你们的关系 当然如果你是个孩子你的父母告诉你你要专心听 接下来你就要很专心的 或者是你可能就要有麻烦了 那如果现在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说你要听 我想我们应该要比之前我们所专心的例子来更专心一些 因为如果当神在对你说话的时候 告诉你你要听 你最好是非常专心的聆听 因为接下来可能影响到你的现在你的未来甚至一切 现在我们就要来看圣经的一段话 神告诉他的百姓说你要听 我们请翻到生命纪第六章第三节 生命纪第六章第三节 以色列啊你要听 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 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 人数及其增多正如耶和华尼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 这里神告诉他的百姓说 以色列啊你要听 所以今天我们要以这段经文来与大家 因为这个周末温哥华与本阿比教会一起联合举办一场教员讲习会 所以今天所有宗教教育老师都集合在这里 当我们一听到宗教教育 我们身为家长的人就会觉得说 哦那是教会老师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会有错误的观念 教小朋友有关于神的事情这是老师的责任 我的工作就是开车把孩子带到教会 把他们交给老师 或者是课堂结束的时候我来接他们 好像其中发生的事情跟我无关 可是如果你仔细看圣经 教导孩子认识神并不是别人的责任 是父母应该担起的责任 因为神告诉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你要听 因为从第三到第九节就是神教百姓 当父母的要听才能教自己的孩子 那到底要听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要听 特别是父母 现在我们要来看看宗教教育的功能 还有目标 我们来读第六章的第一节 第一节到第二节 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 律例典章 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 第二节 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谨守祂的一切律例诫命 就是我所吩咐你的 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 这里神很直接地告诉百姓 为什么他们要听 因为是与你的未来息息相关 在这个时间点上 其实神已经带领百姓 即将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 很快他们就要得到这一块应许之地得为产业 因为在过去埃及的时候 他们没有产业 他们只是埃及人的奴隶 可是现在他们是自由人了 而且神已经答应要赐给他们一块应许之地 可是你可以在这块应许之地上面待多久 这是跟你的行为有关 这块地虽然美好 可是你可以在上面平安地待着 这个是跟你的行为有关系 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个选择 如果你非常专心地听 并且遵守神所说的一切 你可以得享平安 在这位地上得以长久 不只是现在 而且是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我们身为人常常都只看到眼前这个时刻 有时候我们因为眼前的利益得到很大的享乐 我们就会忘了以后 可是如果你曾经接受一个教育是不要只享乐眼前 你要专心看以后会发生的事 就像教育一样 为什么孩子我们要送他去学校读书呢 说实在的教育非常无聊 每天要非常早起去到学校 不管是功课或者是考试 为什么你要每天去上学呢 为什么孩子不带来玩 每天都忘了什么 为什么孩子不待在家里 天天玩乐就好呢 因为如果你今天不接受教育 你今天只是享乐 那你以后就会有很大的麻烦 当你长大之后 头脑空空 没有接受任何的教育 什么都不懂 那你如何早工作呢 所以教育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不能只看到眼前 我们必须想到日后 曾经有一个对小孩子做的实验 他说孩子我现在要给你一块糖 可是如果你可以忍住现在不吃这块糖 在一个小时之后我会给你另外一块糖 在一个小时之后我回来我会给你另外一颗糖 在大人走开之后 马上就把这块糖吃下去了 可是有一些小朋友 他们会想一想 就是如果我等一等忍耐一下 可能我到时候就有两颗糖 那他就是可以为未来忍耐的人 这些聪明有智慧的人 他们就是可以为未来来忍耐 现在在信仰上也是一样的 现在以色列人即将进入迦南地 现在眼前就是他们所想要享受的一切 可是他们是不是只想着自己想要做什么都可以呢 如果他们只想说自己要什么任意妄为的话 很快他们就会失去一切 可是如果他们遵守神的话 禁止自己来放纵 控制自己的欲望 而且也遵守神的旨意 他们可以得到祝福 并且在这块流南与蜜的地上得以长久 所以到底这个宗教教育的功用是什么 并不是只有应用在小孩身上 是所有的信徒每一个相信主的人 我们今天来学习的就是有关于我们的未来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并不只是这几十年而已 我们有永生在等待我们 所以你要控制你的欲望 在这短暂的生命里跟随神 所以在这段过程当中 神就会保守你 祝福你 而且你可以在这块地上得以长久 并且在未来你还可以承受那个天国 所以想到未来其实是关键 可是身为人类的我们只是常常看见眼前的利益 除非你常常被告知 你必须要等待 要忍耐 要想到未来 所以教育其实是个投资 宗教教育是最好的投资 因为这样的投资可以存到永远 并不是只有在今生 在我们知道它这么重要之后 那到底我们要听什么呢 神在这个第三到第九节之间告诉我们 有几点要注意 为了要得到良好的宗教教育并且传承给下一代 你必须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点 我们看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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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这个地方 神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认明自己的身份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有时候会问自己 我到底是谁 如果人家问你你是谁 你会怎么回答 你会回答你的名字 或者是说你从哪里来 或是说这是我的头衔 我是个医生 律师 警察 或者是拿出你的护照 我是美国人 我是加拿大人 有很多方式可以来说明你是什么人 可是不管你怎么出示你的身份 这些身份都是暂时的 在这一生要过去之前 这一些头衔都会慢慢地卸下 譬如说你现在是个经理 可是当你退休之后 你就不再是个经理 这些事情是可以过去的 或者是你在这个国家出生 可是之后搬到另外一个国家 大部分现场的人都不是生于加拿大 可是因为我们搬来加拿大 我们成为加拿大人 所以这些世界上的身份 其实都会过去 可是有一个身份 它会永远跟着你 即使你已经死亡 可是它还是会跟着你到永远 那就是哦以色列 以色列就是神的选民 我们现在不是谈到 住在以色列地的以色列人 而是一个统称 就是被神拣选神的子民 你属于神 你是他的孩子 那为什么被神所拣选的人 叫以色列人呢 其实这个名字是从一个人来的 那个人以前叫做雅各 我们来翻到创世纪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节 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六节 随后又生了以色的兄弟 手抓住以色的脚跟 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 利百家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 以色年正六十岁 这里提到以色列人的一个祖先 他叫做雅各 为什么他叫雅各 因为当他出生的时候 他的手是抓住哥哥的脚跟出来的 他们是双胞胎 只是他哥哥比他提早一点出生 可是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这个雅各其实不想当老二 他想要当老大 只是可能在母亲的肚子里 这个知识他没有办法 第一个先出来 所以当他出来的时候 他是抓着哥哥的脚跟出来的 所以他的父母给他取名叫雅各 就是抓住的意思 其实在雅各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出 他不断地想要抓东西 他想要抓住他的身份 他的权利还有地位 他用他的双手 用他的头脑想出很多办法 因为他非常相信自己 自己的能力就可以帮助自己抓到一些东西 是的 他是这样做 可是同时他也受很多苦 之后神教导他一个功课 在一天的夜晚 神出现与他摔跤 并且神为他改名 我们翻到三十二章 冲事记三十二章二十七节 上世纪三十二章二十七节 那人说你名叫什么 他说我名叫雅各 二十八节那人说 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 要叫以色列 因为你与神与人教力都得了胜 在那个夜晚 神与他摔跤了整夜 天快亮的时候 神要离开了 可是他不想让神走 他说除非你为我祝福 否则我不让你去 他在其中已经学到东西了 因为他发现 他一生都用自己的双手 要去抓东西 结果在人生的结尾 他发现他什么都抓不到 是不是跟今日的我们很像 我们用我们的双手要去抓东西 可是总是捕到风而已 现在他学习到如何抓住神 他告诉神 如果你不为我祝福 我不让你走 他终于明白 其实神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时候 神就为他改名 说你的名 不要再叫雅各 要叫以色列 What does Israel mean? 以色列是什么意思? It could mean the prince of God 可以说是神的王子 Now you have a new identity 现在你有新的身份了 所以宗教教育要教导我们的就是 你不再是个普通人 你的身份是以色列 你是神的王子 或是神的公主 那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知道孩子长大成为青少年 常常他们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心里 他们常常在心里觉得说 我是谁 我是不是被我朋友能够认定呢? 为什么他会跟他的朋友穿一样的衣服? 为什么他的头发 发型要跟同学一样? 为什么他们要听 跟朋友一样的音乐 就算他们不喜欢? 就是身份认同 他觉得如果我没有穿跟人家一样 头发跟人家一样 那我就不被认同 如果我讲话的时候 不带点脏话 我就跟人家不一样 如果我不抽烟 如果当我十三岁还没有女朋友 我的同学就会笑我 我跟大家都不一样 我就不像一个真正的加拿大人或是美国人 这就是身份认同 因为身份认同的关系 我们会以为我们要跟人家一样 所以为什么今日我们很难教导下一代 因为身份认同他们以为他们属于这个世界 所以整整的宗教教育要从家庭开始 所以整整的宗教教育要从家庭开始 身为父母的我们必须要常常告诉自己还有告诉孩子 你是谁 你最重要的身份并不是别人眼中的你是认同成这个世界的样子 你真正重要的身份是神的王子或者是神的公主 想一想如果你是出生在皇宫里 你就是个王子或公主 那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呢 你会想要跟街上任何一个人打扮一样吗 或者是跟他的朋友讲话的口气态度一样吗 去想要取悦自己的朋友 如果你真的是皇室里面的公主跟王子 你不会在意要不要跟别人一样 因为你实际就是跟人家不一样 你只想要取悦的只有一个人 你只想要取悦你的国王或是你的皇后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的国王或者是女王 他拿走你的王冠 那你就是普通人了 或是他告诉你 或是他说你不能继承我的王位或者是土地 那你就失去很多了 所以如果你是王子或是公主 你只想要取悦你的国王 所以今天最重要的宗教育就是告诉我们的孩子你是谁 可是在我们的孩子面前身为父母的我们 是不是显示出我们也是神的王子与公主呢 你不是只有告诉他们你的身份很尊贵 你有没有给他们看见你身份的尊贵呢 当你在家里对孩子说话或是对配偶说话的时候 你说话的口气是不是就像一个皇室成员呢 你是不是常常在孩子面前提到你的神 这就是身份 讲完身份之后我们来到第二点 我们继续读第四节 生命纪第六章第四节 以色列亚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这里说到 再来要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你的身份会影响到你的价值观 什么是价值观 价值观就是什么是对你最重要的 你的眼光 跟你的眼光有关 如果我没有受过教育 如果我看到手上的瓷器 是个古董 如果我的眼睛没有受过训练 就觉得这是普通的东西 有一个故事这么说 有一个人去到后院的拍卖 他们看见一个碗 看起来很美 他就问这个屋主说 你这个碗卖多少啊 他说这个碗五十块给你吧 那个人买它 觉得这可能是古董 那个买家他觉得 这个碗很有可能是古董 所以他没有跟他砍价 他就直接给他五十块 把这个碗带走 所以这个卖家他非常高兴 有一个人花了五十块 买我家不用的旧的碗 结果这个买家把这个碗带到一个拍卖行 因为他觉得这个碗可能是古董 他想要确定一下 所以他就跑去找专家 结果在鉴定之后 发现这个是从中国明朝传下来的一个碗 所以这个买家他就请拍卖行 帮他鉴定一下 大概这个可以价值多少 eventually sell for twenty million 结果卖了两千万 fifty dollar buy twenty million sold 他用五十块买进来 两千万卖掉 why the person willing to sell for fifty dollars 为什么那个人他愿意以五十块钱 买出 because he didn't know the value 因为他并不知道他的价值 then he lose so much 所以他失去很多 why the person willing to buy it with fifty dollars 为什么这个人愿意花五十块买一个旧碗 because he think it might worth fifty dollar more than fifty dollars 因为他觉得这个碗绝对不止五十块 it can worth much more 他可能价值更高 but if you don't believe in the value you don't know the value you'll just give up things which is so precious 可是如果你不明白其中的价值 你很有可能轻易就让它溜走 now if you don't know your identity you will give up a lot of things which is very valuable 现在就是如果你不明白你的身份 你很有可能让你手上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溜走 we have so much inheritance in heaven 我们有非常多的产业在天上 we have eternal life 我们有永生 we have the peace and joy in our life God is going to bless us if we follow his way 如果我们跟随神 我们这一生可以得享平安喜乐 but only think if you value this very carefully 可是只有你看清这个价值 but a lot of people growing up in the church they don't value it they just throw it away 可是很多人在教会长大 不知道要认清这个价值 they come to church listen one hour and go home they never really value the faith 他们来教会 聚会一个小时就回家 他们从来不在乎 这个价值 because they didn't know the true value of their God and also their eternal life 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真正的价值 还有这些天上的产业 but if you establish your value system right and correct from a very young age 可是如果从小 你就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just like you value education right? if you value education you endure suffering you work hard because you know something better is waiting for you 就像我们要明白教育的本质 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教育的价值 我们就会忍受现在 去想到未来 hard working studying sleepless night you can endure 你可以很努力的读书 甚至熬夜来准备考试 because you know the value 因为你知道这个价值 now if you know the value of your faith 如果你知道你信心的价值 yeah sometimes you look different than the rest of the world people laugh at you 是的 你或许与这个世界不同 有人会嘲笑你 but you know the loyal God is the only one 可是你知道你的神是独一的主 there's nothing compared no one can compare to him 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与他相比 even this world there's so many things the same that thing doesn't have value 如果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东西是一样的 那这个东西就没有价值 but in the whole world it there's only one item no everywhere else could be found 如果这个世界上 只有一样东西 他没有别的了 那这个东西就非常有价值 这个价值就肯定非常高 Now Brian and Sister Do we establish the right value in our hearts 弟兄姐妹 你知道你信仰的价值吗 Do you put God first Do you think that God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你真的明白神 才是最重要的吗 This time when I went back to Hong Kong I see some old friends and we come to have dinner 这一次我回香港 我有见到一些老朋友 我们一起吃饭 It's my high school classmate 是我高中的同学 I know them for 40 years I know them for 40 years This time when they come out Wow a lot of people get fatter, older 这次我见到他们 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越来越老 I know them when we were like 10 years old 12 years old and now we're all middle ages 我们认识的时候 都是十几岁而已 现在大家都中年了 We're chatting Oh you're getting fatter Your health has problems This and that Comparing the health 我们聊天的时候 就会聊到彼此的健康 来看看谁比较胖 谁比较不健康 In the past when we were talking about our result our grade in the school but nobody talked about the result anymore 以前十几岁的时候 总是聊天说 我们学校的考试 或者是我们的未来 可是现在不再谈这些了 Now it's the health People worry about their health 现在人人都担心自己的健康 A lot of them have a lot of money But the health is not good 有好几个朋友 他们很有钱 可是身体不好 One of our classmates is very top Top in study Top is earning money 有一个同学 他是非常成就非凡的 But his health is not good He had cancer Couple years ago 可是在几年前 他已经被诊断出 有癌症 I can tell that he's not that happy I can tell that he's not that happy Because he cannot talk Properly He cannot talk loud 因为他讲话 没办法大声 甚至没办法好好说话 He cannot even eat with us 他甚至没办法跟我们一起吃饭 Because when he eat He will choke He will just coughing So he better don't eat Just come to see us 因为他吃东西 很容易嗆到 所以他就是来与我们聊天 他没办法吃东西 And he's so skinny 而且他很瘦 Well when you enter middle ages All this is waiting for you Sooner or later Our health declines 是的 人到中年 很多问题 都会从中年发生 But sooner or later We all face the same destiny 很快我们大家都会面对同样的命运 We were joking Oh maybe we should also come to Canada to坐游轮 We go to cruise together one day It's a classmate 我们甚至开玩笑说 你们应该大家都一起来加拿大 有一天我们一起去坐游轮 And they're very happy We一定会很开心 And I tell them Yeah I was joking Before we go to cruise Before we sit in the wheelchair one day We should go to cruise 坐轮椅之前要坐游轮 And I think they're not happy I can see their face But that's actually That's just a fact One day you all sit in the wheelchair And then one day You cannot sit in the wheelchair You just lie on the bed Waiting to die Even though坐游轮 We should sit on the cruise But one day you still end up in the bed And die Jus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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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still end up in the bed And die This is our fate And at that time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you This is事实 But in that time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you All the money All the titles All the houses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collect in this life It has no meaning anymore So you所拥有的钱 或是房子 或是你的头衔 This is not really important Who is the most important What is the most valuable What is the most valuable What is the most valuable The Lord God The Lord is one He is the only one Matters at that time 只有我们的神 是独一的主 在那个时刻 对我们来说 才是最重要 So we have the status value Right Correct In the very early stage 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小 或是从年轻的时候 就把这样正确的价值观建立起来 我们翻到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第三章 第三章第一节 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 你看父母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 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我们也真是祂的儿女 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 是因为曾认识祂 Look at how John told us How to establish the correct value system 这里约翰告诉我们 要如何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You can be a Christian today You can be a children of God Look how much What a manner of love bestowed to us 我们今天可以成为基督徒 可以成为神的孩子 你看看这是神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 No you're so blessed You're so lucky 你知道你有多么幸运吗 You can be called the children of God 你可以称为神的儿女 That is more valuable than the children of Queen Elizabeth 那是比女王的孩子更有价值 Or the sons of the president and prime minister 或者是身为总统的孩子 我们是比他更有价值 You are the children of God You are different 因为你是神的儿女 你是完全不一样的 This is the value That deep should be deep In every one of us Every one of us's heart 这样的价值 这样的观念 应该要升值每一个人的心 But today Does it happen in the parents' heart? 那今天这样的观念 有没有建立在我们父母心中呢? Do you show your children? 你有没有显示出给你的孩子看 You know being God's children is so valuable 身为神的孩子 是多么的尊贵 That's why I'm so enjoying coming to church 所以我很喜欢 很享受来到神的家 I'm so enjoying having the privilege to pray direct contact direct line to our heavenly father 身为父母的 我们非常享受 这样的特权 可以直接与神对话 Do I enjoy working for God? 我是不是很享受 为神做工呢? Because I am the children of God 因为我是神的儿女 So if this value establish your children look at you will see it's very very different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 在你的身上 看见这样的价值 他就会看见你与众不同 That come to the third point 这样我们就提到第三点 Value system will affect your behavior Your action 你的价值观 会影响到你的行为 Let's turn to Deuteronomy 的第六章 第五节 Deuteronomy 的第六章 第五节 你要 如果我们心里有正确的价值观 我们就会 我们与神的关系的关键在哪里 The key point is not duty It's not that you have to But it's love It's you want to 关键不是责任 是说你必须做什么 而是我们因为爱神 我们想为神做什么 If you just do something out of the duty That will not last long 如果你只是出于职责关系 你必须要做 这个没办法持久 Just like you and your family And your spouse Let's say Just like you and your family Just like you and your family And your spouse If you think Oh I have to go home If you think Oh I have to go home Or your children think That I have to go home Or your children think That I have to go home Well That means if you have a choice You don't want to go home That means if you have a choice You don't want to go home But if you think I wanted to go home Because I love my home I love my family But if you think I want to go home I love my family I love my family The love The power is so strong I love the power is so strong Can overcome all difficulties 可以胜过任何的困难 So now the value system Is established The person will love the law With all his mind All his strength All his strength All his might 所以如果一个人的价值观 已經建立起来 他就會尽心尽性尽利爱神 Now remember This is not talking about children But God is talking about parents You should love the law 我们要记得这里讲到的不是孩子 而是我们现场每一个人 我们是不是爱神 神说什么是最有效的宗教教育呢 Parent, show your children how you love the Lord and they will love the Lord 身为父母的你们 应该要向你的孩子显示出 你如何地爱神 那你的孩子就会学习你 Sometimes we parents we just do the empty talk we just talk too much 有时候身为父母的我们 常常只是空谈 讲太多而已 我们说一些事情 连我们自己都做不到 and we expect them to do it 可是我们却期望孩子做得到 我们说如果你自己都不爱神 你如何期望你的孩子爱神呢 我们来说我们是 怀抱着怎么样的心来到教会 有些年轻的父母 当他们生孩子之后 他们就慢慢地减少 找来教会的次数 他们说孩子要睡觉 晚上我们不能来 孩子要睡觉 礼拜六早上孩子爬不起来 我们晚一点再考 下午他们是来了 可是也是迟到 或者是在照顾宝宝的房间 是的你非常爱你的孩子 你不想要吵到他们睡觉 可是你比从前来到教会的次数更少 你没有花时间来亲近神 你没有花时间来亲近神 你不再侍奉神 你爱你的孩子胜过神 当六七年过去了 他们长大 你会告诉他们 你会告诉他们 晚上待在家里读书就好 礼拜六早上你要补习 所以我送你去补习 补习之后或者是再去游泳 然后之后才来到宗教教育课 当孩子早上已经去上钢琴课 去游泳之后 很累的来到教会 他们非常的疲累 他们没有办法坐在会堂 因为楼下有他们的宗教教育课要上 所以他们就直接去教室 宗教教育结束 他们就回家了 所以你告诉他们是什么呢 你告诉他们学习比神更重要 甚至这些课外的才艺课程 都比神重要 神只是你众多的才艺课当中的一样而已 如果你真的没有时间 你可以略过的 这就是你所为他们指示的讯息 所以你期待他们长大之后 突然有一天发现神很重要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在他们成长过程 告诉他们的是相反的 可是有些父母他们不这么做 他们跟着圣经 他们尽心尽力尽益尽心来爱神 我以前去美国一个教会来协助 有一天晚上的聚会 也不是步道会晚上 可是我看到有一对父母带着他们很小的宝宝来到教会 还有一个很小的小女孩站在摇篮旁边 我问他们说 哇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夜晚的聚会 你们居然全家都来了 这个母亲回答我说 这是我们的福气 我们可以全家一起来到神的家 我的孩子在摇篮里面 在这里睡跟在家里睡是一样的 而且神很祝福我们 孩子在这里睡 回家也可以睡整夜 他们想要尽全力 全家一起来到神面前 要记得 不是他们职责所在必须来 而是他们很想来 如果你有爱 心里就没有重担 所以如果你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你的爱就会出现 我这次去到印尼 我的心深受感动 每个人都问我说 传道你从印尼回来 有没有珍重啊 我说当然有啊 当然我们享有很多的热情 还有特别的食物 可是不只有这些 我非常受感动的部分是 印尼的信徒 他们的心非常的火热 跟在北美的我们 非常的不同 是的 我们觉得我们住在一个 非常发达的国家 跟东南亚的国家不同 可是有时候 这么太过舒适的生活 会洗去我们对神的热忱 有些人甚至生活非常艰难 有些人是住在野外 比较乡村的地方 可是他们开六七个小时的车 特别来到我们开会的地方 来服侍我们 现在在北美洲 哪里找得到这样的人呢 可以开六七个小时的车 来到一个地方 为一群人来服侍 来煮饭 来唱诗 有时候开三十分钟的车 我们就抱怨了 哇 好远啊 太麻烦了吧 可是他们有这样简单的信心 我记得有一天 我们待在一个地方 我们早上起来 有一个老信徒 他特地为我们带来一些食物 是他自己种的 从他的农场带下来的 他说传道你们从国外来 应该要尝尝这个特别的农作物 我们很感动 并不是只是这个果实的甜美而已 而是他们对神的爱 对我们的爱 有时候我们想我们对他们来说 根本就是陌生人 我们是从国外来的一群人而已 为什么他们这么爱我们 因为他们爱主耶稣 他们就可以为我们做这一切 所以如果当你的价值观建立起来 你的爱就会生发出来 所以我们要记得 现场的我们这一段话 是对我们身为父母的人说的 神在对父母说话 最后我们做到了这些 我们才开始教导自己的孩子 如果你没有做 你就没办法教 如果你没有做 如果你没有做 你就没办法教 现在我们要鼓励现场 所有的父母 你必须对你的孩子谈论神 而且是每一天都要 跟他们谈一谈你的生命 你的信仰 你的神 可是这是非常少见的 很多的父母非常忙碌 在我们接了孩子放学之后 我们就开始开车 载他去这个才艺班 去那个才艺班 然后回到家都已经十点 所以回到家之后 你又告诉他 赶快读书 不要说话 当你跟他对话的时候 你只问他 今天考几分啦 你怎么只考99 你没有考100呢 我们只在乎的 就是这些成绩 可是你的孩子快乐吗 他们在学校 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他们心里有什么担忧吗 你明白他们的情绪呢 可是很多父母 因为自己太过忙碌 他们不在乎 或我们有时间 我们想放松 所以很多父母 还在家玩 或者是父母 因为觉得很累 回到家 好不容易 可以放松的时候 就拿起手机来划 很多父亲回到家 因为忙碌了一天 他们只想要放松 然后打电脑 或者是玩手机 打電動或者是看電影 當然身為一個男人 在回到家之後總是想放輕鬆 可是你要知道身為父親的你 你回家只有那幾個小時可以跟孩子說話 你的孩子很需要你 就算你每天都會有大影響 只有花十五分鐘、三十分鐘跟他講話 可是會對你的孩子人生發生巨大的衝擊 你告訴他們你在乎他們 特別是你孩子還小的時候 你要花時間在他們身上 身為母親的也一樣 不要只有看著自己的社交媒體而已 你必須要跟孩子對話 花時間做優質的對話 可是這是我們今日非常缺乏的 有時候我們以為他們不用說話 把事情做好就好了 不,他們需要說話 他們需要我們靜靜地聆聽他們 當你靜靜地聽之後 你就有機會對他們說 去分享你的生命 還有神對你的影響 可是我們卻常常放棄了這樣的權力 有一天當我們真正發現已經太晚 有一天你想要跟他們好好說話的時候 他們再也不想跟你說話了 所以要記得這才是最有效的忠孝教教育 你要跟他們討論他們的信仰 並且從中引導他們 最後一點第八、第九節 第八節也要繫在手上為記號 戴在額上為經文 第九節 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 並你的城門上 最後一點我們父母可以做到的就是 把家裡佈置成一個充滿信仰的環境 哇, like, wow, in the doorpost, on the wall oh, there's a scripture there 譬如說,你可以在牆壁上 踢一些經文 and then, even your clothing sometimes the t-shirt, you know have to have the Bible verses 或者是有一些衣服上面印有經文 you know, in the past God tell them even in your clothes you write down the scriptures 以色列人甚至在衣服上 罪子上都會有寫上經文 so when you wake up you see this when you wake up you see that so when you wake up you see that so when you wake up you see that some people buy it that the Lord Jesus Christ the head of the house hang in the family room 也有人買一塊匾额 寫著基督是我家之主 挂在家裡 oh, everybody every time you wake up you saw this, remind you 當家裡的人醒過來 就會看到那塊匾额 when husband and wife is arguing oh, you saw this Christ is the head of this house oh, no more can argue 當丈夫太太吵架的時候 看到那塊匾额 基督是我家之主 就不用吵了 you can decorate your house a lot of Bible verses nearby you can saw this Bible verse 你可以裝飾你的家 用經文來裝飾 but most importantly you do not want to live too far from the church 可是最重要的是 你的住家 你要選擇 不要離教會太遠 there was a family they live in a remote place they're very, very far from church 有一個家庭 他們住在沒有教會的地方 every Saturday the kids using online Zoom to do the RE 每隔安息日 他們的孩子 會上Zoom 來上宗教教育課程 at the beginning is okay but the parents later discover the children started to lose interest on this online RE class 可是漸漸的父母就發現 孩子對於網路上的宗教教育課程 沒什麼興趣了 they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soy他們就做個決定 if you stay in this city and they keep the job keep the house but the children the RE may not be sufficient and may lose their faith in the long term 他們看見 如果我們堅持住在這個地方 有自己的房子 自己的工作 可是我們失去的 可能是孩子的宗教教育 or they move to the city where there is a church nearby 或者是 他們舉家搬到 一個有教會的城市 where they give up the job give up the bigger house and maybe have to live in a smaller place 他們放棄現有的工作 現有的大房子 搬到一個有教會的城市 然后重新找工作 to keep their own faith and to keep the children's faith 为了保守自己的信仰 还有孩子的信仰 they have to make a choice 他们必须做出选择 and they make that choice 后来他们真的做出选择 for the faith of the children and for themselves we have to move closer to the church we cannot just keep living in the remote place forever 他们做出重大的决定 就是要舉家搬到 有教会的城市 because if we could not establish the church here they have to move back to the church to the place where there is a church for my children's sake 因为如果我没有办法 在这个地方建立起教会 那我必须为我自己 还有孩子的信仰 来靠近教会 because environment is the key 因为环境就是关键 今天你所居住的环境是什么呢 所以以色列亚你要听 establish your identity 要建立起你的身份认同 establish your value system 建立起你正确的价值观 show your children your action you are loving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要显示出你尽心尽力爱神 discuss with your children understand them listen to them 要与孩子讨论 并且要听孩子说话 给孩子信仰上最好的环境 do you listen 你有听见了吗 我们一起唱诗 228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